对于啊 什么是道成肉身 什么是基督 可以说呀 这是所有信主的人都不明白的真理要命 是啊 到底什么是道成肉身呢 是啊 道成肉身的基督与神所使用的先知 使徒 又有什么区别呢 全能神说 其实 神所道成的肉身的含义 就是在肉身中做工 在肉身中生活的神 神的实质成了肉身 成了人 阿们 道成肉身的神 因着有神性的实质 所以才可以称为神 先知使徒只有人性 并没有神性的实质 所以啊 只能成为人 神为什么要两次道成肉身 来做拯救人类的工作呢 神两次道成肉身的真实意义 又是什么呢 恩典时代 神第一次道成肉身 只是做救赎的工作 借着钉十字架 做了人类的赎罪计 把人从罪中救赎了回来 是 使人免去了律法的咒诅和定罪 是 神第二次道成肉身 是做漠视的审判工作 也就是 为把人类从撒旦的泉下 彻底掌救出来 使人类脱去撒旦的性情 脱离撒旦的权势 完全归向神 被神得着 阿们 全能神说 莫了的道成肉身 完全了神道成肉身的意义 彻底完成了神拯救人的经营计划 阿们 你们见证 神默示道成肉身做审判工作 这绝对不可能 我们信的主耶稣才是基督 是谁的儿子 阿们 你们信的全能神 就是一个人 难道这还有错吗 你们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这不假 但你们承认主耶稣就是神的显现 就是神自己吗 你们敢保证主耶稣再来发表真理 你们能认出神的声音吗 当初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明明看见主耶稣说话做工 有权柄有能力 为什么还能疯狂地抵挡定罪 亵渎主耶稣呢 不就是因为他们只看主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吗 现在宗教界牧师长老都说我们信的是一个人 这和当初犹太教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 定罪那些信主耶稣之人的话有什么区别 神第二次道成肉身的说话做工 不仅让人类看见神道成了肉身 更看见了神的话在肉身显现的事实 神的话语成就一切 阿们 全能神的显现做工 这才完全了道成肉身的意义 阿们